陳大江濃灣的業主收到發展商的通知信 說要改名 改造 是我 比較突然 情況是怎樣呢 心虎養大一個兒子突然跟你說 爸爸我剛剛改了名字 我叫陳大文 我叫陳小文 突然聽到這個消息會怎樣 震驚而之後會否不武 我不知道 影響大不大其實不大 只要有法律文件 即是改名契 最主要發展商要在田土廳 做好所有文件 例如土地註冊署的登記 將來業主賣樓時 純粹在土地註冊署 拿回這張Copy 大概是二三百元 而且都不是業主賣樓 是律師樓賣樓 搞完之後會有收費 叫業主秘法 都是很輕鬆的 對業主來說都沒有什麼影響 看見家居保險 在電媒那邊沒有影響 通知相關機構 將管理公司給你的封信 已經Copy一張 就可以了 它會幫你搞的 對現有的租約來說 有沒有限制其實都沒有 因為租約已經寫明了某個地段 將來你家屋改完之後 有一個照片的租雨很簡單 藏廳探查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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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筆 卻看到新的地址 算是新的地址簽新的租約 於是那就可以了 影響不大 一的只煩惱 唯一 有趣的是 發展商有 muss 有沒有權擔任 單方面 bord 比如恆大關鎔湯一 二期 總共就要有503800ERS 賣低1900 Vai 業主的份量 應該是超過90% 前往業權分額 onces kaf خ 在佔少數的情況下有沒有權單方面去改 就視乎大廈公契那邊怎樣寫 很明顯接手的發展商作為一個財源 應該有自己的律師團體 都研究過大廈公契 應該容許他單方面可以這樣做 正常業主應該沒有權去生存任何東西 業主可以怎樣做 唯有接手 還有在我角度 改名是一個好事 有其掛著行 但這兩個名字簡直是 皆知學問 一組這個品牌對整個屋間來說 其實有一個比較正面的作用 我覺得發展商用的策略不錯 當然相關的情況要再研究 我是Louis 師傅 我們下次見 拜拜